我记得我们两个刚结婚的时候 我爸是一直都没有同意 直到我们结婚那天为止 他可能才觉得可以 因为他就担心中西方的文化背景 怎么样子去沟通这个关系 我当时也是没有任何的想法 就觉得就像我外婆说了一句话 他说只要他是基督徒 那我就相信他一定会很负责任 他就是这样说 那我说当时我也是刚信主不久 我就想着既然是主你的弟兄姊妹 那神就要为我负责 我就是本着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我们两个就结婚了 那结婚之后呢 其实并不是很容易 真的好多的问题发生 都根本不是大问题 就是在一个问题点上 我们两个看法不同 然后就吵起来了 就能达到这种程度 就他从他的角度看 我从我的角度看 就真的是觉得自己 哎呀不知道 我知道要去尊重他 圣经上也说丈夫势头 我又要尊重他 可是我就是做不到 我就觉得 凭什么他的观点不跟我一样 然后我为什么还要去尊重这个观点呢 不是说不尊重他 就是这个观点的问题 所以经常会吵架 就会一点小时就会吵架 因为我觉得我真的是 就好像一个人 尤其是中国的女孩子吧 那个时候我觉得根本就觉得 什么都是靠自己 凭什么要去维生啊 怎么样子 但是呢 就是我会跟我妈探讨这个问题 那其实我妈呢 她也没有读过几天书 但是后来我就反省了 我就觉得我妈在这个方面 尊重我爸爸的这个方向 方面呢 她做的真的要很好 虽然她没有讲过 但是其实我爸也没有文化 不是很高 像对我妈可能比我爸还要文化高一点呢 是这样 当时她还是高中毕业 我爸可能在小学毕业 但是我就发现 我爸从来 我妈从来就没有贬低过她 她也没有说过她不好啊 怎么样子 虽然她会跟我爸有意见 会怎么样子 气得不得了 但是她从来没有在我们弟兄姊妹面前 去贬低她 怎么样子 也没有说她 从来就没有说 比如说吃饭的时候 她一定是让我爸先吃饭 先冻筷子 我们几个才可以再吃 要不然我们谁也不敢去吃 我妈是说了算了 是这样子的 我们家一直认为我妈是说了算 后来我发现 不是 还是我爸说了算 虽然她不说话 所以后来我妈妈就发现 其实 我妈真的是很尊重她在家里的位置 所以这就给我了一个很大的提醒 我想 这可能就是夫妻的一种位置的关系了 你就一定要尊重 虽然那个时候 虽然我在读圣经 没有真正的去理解神的话 那 我就觉得 其实我也是蛮匠